虽是鬼怪故事,却应人生百态 白连教有个人是山西人,我已经忘了他的姓名,只记得他大约是像徐洪如一类的人。这人常以旁门左道来迷惑百姓,而那些仰慕他法术的人都会拜他为师。 一天,山西人正准备外出,他就在堂屋里放了一个盆,又用另一个盆盖上,还吩咐一名徒弟坐在旁边看守,严令徒弟不能掀开盆偷看。 他离开后,徒弟出于好奇,掀开了盆,看见盆里盛着清水,水上有草边的小船,小船的船帆围杆一应俱全,甚是精致可爱。 徒弟好奇,用手指拨弄小船,船却被随手碰翻。 徒弟吓坏了,急忙把船浮成原样,又盖上了盆。 不久,山西人回来了,生气地责备徒弟说, 你为什么要违背我的命令? 徒弟立刻辩解说没有违背命令。 山西人就说,刚才海中的船翻了,你怎么能骗得了我? 又有一天晚上,山西人在堂屋点了根大蜡烛。 他告诫徒弟小心看守蜡烛,不要让风吹灭,随后就离开了。 二更十分,他仍没回来,徒弟困乏得厉害。 就上床暂时睡了一会儿,可是醒来时,徒弟发现大蜡烛竟然已经熄灭, 就急忙起来重新点着。 不久后,山西人回来了,又责备徒弟,徒弟说,我的确没睡,蜡烛怎会熄灭? 山西人便生气地说,刚才你让我在黑暗中走了十多里路,现在还敢欺骗我。 徒弟听后,大为恐害,像这样的奇异行为,一桩又一桩,血都写不过来。 后来,这个山西人的爱妾与徒弟私通,他发觉了,却洋装不知,也不说破。 他打发徒弟去喂猪,徒弟一进猪圈,就立刻变成了一头猪。 山西人当即叫来徒夫,杀了那头猪,还将猪肉卖了出去,没有人知道猪的来历。 徒弟的父亲因儿子没有回家,就来庙里问儿子的下落。 山西人就谎称说,徒弟很久没来庙里了。 徒弟的家属到各处寻找打听,却仍然毫无消息。 有位同能暗中知道了此事,就把实情透露给了徒弟的父亲。 于是,徒弟的父亲向县令控告山西人。 县令怕这山西人逃走,不敢逮捕纠办, 而是将此事报告给了上级。 上级官员便派遣了一千名士兵,包围了他的住宅,连带抓获了他的妻子和儿女。 士兵们将山西人一家关进了木笼子舰车里,准备押借他们到京城神里。 途中,一行人经过太行山时,山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巨人。 巨人像大树那么高,眼大如碗口,口大如瓦盆,牙长一尺左右。 士兵们都吓得呆立在原地,不敢前进。 山西人就对士兵们说, 这是妖怪,我妻子可以打败他。 于是,士兵们按照他的话,释放了他的妻子。 妻子拿着割毛前往,巨人大怒, 吸气之间,就把妻子给吞了。 士兵们见状,更加害怕。 山西人又说, 既然他杀了我的妻子, 现在就需要我儿子来打败他。 于是,士兵们又放出了山西人的儿子, 又像刚才一样,儿子也被吞掉了。 在场的人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山西人边哭边生气地说, 这怪物杀了我的妻子, 又杀了我的儿子, 我怎么甘心? 现在,非我亲自上阵不可了。 士兵们只得将他从舰车中也放了出来, 还给了他一件兵器,派他出阵。 巨人再次气势汹汹地迎上前来,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格斗, 巨人再一次把山西人抓住, 放进口中。 他一伸脖子, 把山西人也咽了下去, 最后从容地离去了。 第二个故事, 名为双灯。 魏运旺是一都府盆泉寨人, 曾出生在士族大家。 后来,魏迦家家道衰落, 不能供他读书, 魏运旺便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终止了学业, 跟随着岳父卖酒。 一天晚上, 魏运旺独自睡在酒楼上, 忽然, 他听见楼下有 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他吃惊地坐起身来, 恐惧地倾听着。 脚步声越来越近, 沿着楼梯上行, 一步比一步响。 不一会儿, 他看见两个丫鬟提着灯, 已经来到了他床前。 丫鬟身后, 跟着一个年轻的书生, 书生还领着一个女郎。 二人面带微笑地走进床前, 魏运旺大为惊异, 转念想到, 他们应该是狐狸。 想到这里, 魏运旺毛发森然耸立, 他低下头来, 不敢携视。 书生笑着对魏运旺说, 你不用猜疑, 我妹妹与你有前世的姻缘, 所以我才把她带来。 魏运旺看看书生, 只见他穿着锦衣雕球, 光彩炫目, 觉得自残行贿, 满脸羞愧之色, 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书生就留下灯, 领着丫鬟们离去了。 魏运旺借着灯光, 仔细打亮那位女郎, 见她长得楚楚动人, 像仙女一般, 心中非常喜爱, 却自觉惭愧, 说不出戏谑的话来。 女郎看着魏运旺, 笑着说,"你又不是个 只会啃书本的呆子, 为什么也冒穷酸气呢?" 随后, 她便凑到床前, 把手, 放在魏运旺的怀里取暖。 魏运旺这才露出笑容, 跟她越发亲近。 清晨的钟声还没敲响, 两个丫鬟便把女郎接走了。 魏运旺又与女郎相约, 夜间相会。 夜晚降临, 女郎果然再次前来, 她面带笑容说," 你这傻小子是哪儿来的福分啊? 不花一闻钱, 就得到这么漂亮的女人, 天天夜里还会主动送上门来。 魏运旺见没有外人, 心中高兴, 便摆上酒来, 与她相对喝酒, 玩游戏, 结果, 十次有九次都是女郎取胜。 女郎又笑着说," 不如让我来坐庄, 由你来猜, 猜中了就算获胜, 猜不中就算认输。 要让我猜, 你是不会有取胜的机会的。 魏运旺便照女郎说的来玩, 两人愉快地玩了一个通宵。 后来要睡觉时, 女郎对魏运旺说," 昨天夜里, 我发现你这里的被褥冷色, 让人受不了。 于是, 她就叫丫鬟把带来的铺盖卷拿来, 在床上铺开, 绫罗被褥, 又香又软。 一会儿, 两人宽衣解带, 依偎在了一起。 从此, 他们每天都是这样。 半年后, 魏运旺回到家里。 是指月夜, 她正与妻子在窗下说话, 忽然看见那女郎穿着华美的服装, 坐在墙头, 向她招手。 她走进前去, 女郎便拉住她, 翻墙出去了。 女郎拉着魏运旺的手, 告诉她说, 今天我要与你分别了, 请送我几步, 以表半年来, 你我缠绵恩爱的情意。 魏运旺吃惊地问其中的缘故, 女郎说, 因缘聚散都是有定数的, 还需要我解释吗? 谈话间, 两人来到村外, 先前的两个丫鬟正提着灯, 在那里等候。 他们又一直前往南山, 登上高处, 女郎才与魏运旺告辞分别。 魏运旺知道留不住她, 就让他们离开了。 她站在那里, 心神不宁, 只能望着两个丫鬟手里的灯, 时隐时现, 渐渐远去, 最终消失不见。 最后, 她便也只能郁郁不乐地 回到家里去了。 这天夜里, 山头的两盏灯光, 村人全都看见了。 好, 今天的聊斋故事, 白莲教与双灯, 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并订阅吧。 也请您多多评论及分享。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